本期话题 鲜铃皮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营养货它也叫鲜铃皮 但也有少数人叫它简称羊货 但是一般我们还是比较规范的叫法 还是叫营养货或者鲜铃皮 这是一个常用的中药 营养货的第一个作用 我们就认为它是补肾猪羊 第一个是补肾猪羊 当然它实际上现代研究 它本身就促进生殖功能的增强 尤其是对比如说雄心技术 提高性技术的水平 会促进生殖细胞的发育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它就通过补肾猪羊 还能够促进成骨细胞 预防骨质疏松也是非常好的 对于骨质疏松或者根链期的时候 比如说性技术下降 我们通过它也能够达到调整根链期 比如就是根链期血压高 通过这种补肾 能够达到根链期降压的目的 特别是对老年性骨质疏松 或者这是发育的 就是骨质发得比较慢的这种 比如说无齿无软这种 或者这是外伤以后 比如说根链期或者老年 骨质疏松摔倒以后 这种骨质的恢复 它都是非常好的 它主要还是补肾猪羊 那么趋风出食 还有了就是抢肌见骨 这是它的基本功效